我是影片蛋堂摩 你想知道国父孙中山 和叛逆青春有什么关系吗 快来看这一部 革命奋斗救青春的 行动代号孙中山 蓝色大门导演易志炎 阔别十二年 带你看见青春叛逆的 最新国片行动代号孙中山 这几个小男生 他们去拿着孙中山的雕像 这个过程事实上也是一种 他们对于 一方面是他们对于权威的一种 一种瓦解 孙中山曾经是一个这么伟大人 可是对他们眼中 他们看到的并不是 他的逢宫伟业 而是一个跟废铁一样 称重量卖钱的一个东西 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看起来不像陈伯仁那样子 有外表的叛逆性 可是他进行的行为 却是一个非常非常叛逆的 因为他偷东西 偷东西是要被抓去警察局 一小时铁和行动代号孙中山 一起革命奋斗救青春 七月十一号下午五点半 晚上十点半 锁定UDN TV异想世界 对 建议 1 2 2 女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